這邊來看一下速閃第五年的新建家具獎勵 是一幅肖像貨 這邊來看一下肖像貨一個描述 被豎起的閃 沒有看懂 這個是指那個震魂閃嗎 然後是被像耳莉的身影 這個是放無救 被封隔於光雨暗的兩面 左邊的話會比較亮一點 右邊的話偏暗 然後這裡的話是濕潤的水字 有點沒看清 手中拿著的是一張文書 好像是什麼認罪書啊 灰眼裡面那個 然後謝五 呃 謝邊這邊的話是拿著柔軟的長靈 這個還打了個結啊 不會是要上吊吧 還是用來吊念 點擊翻轉 背後的話有一則留言 東方的亡靈 然後我們去歸宿看一下吧 這個的話是在歸宿中的樣子 可以看到這裡確實有印柄那個震魂閃 然後就是蘇傘的前一年信件動作拔刀將上架那個紀念商城 大家如果有紀念代幣的話可以到紀念商城中進行兌換 不過需要大家把蘇傘前幾年一個獎勵一次兌換之後 才能夠兌換這個 呃,信件動作 好了,以上的話是本期視頻內容 我們下期視頻見吧 拜拜